许多人都爱喝蜂蜜水 特别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 为了润肠促进肠蠕动 从而起到缓解便秘的作用 喝杯温暖了蜂蜜水 可以产生胃肠反射 加强结肠蠕动 刺激排便 有利于排毒养颜滋养皮肤 朝朝盐汤 晚晚蜜水 意思是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淡盐水 晚上临睡前喝一杯蜂蜜水 喝蜂蜜水是没错的 但喝的时间就比较关键了 事实上睡前喝蜂蜜水会导致发胖和蛀牙 而早上空腹喝蜂蜜水会增加胃酸分泌 引发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 蜂蜜水也不可以高温充饮 不能食用过量 会引发糖尿病和取齿 那到底什么时间喝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喝蜂蜜水的最佳时间在睡前的一至两个小时 或下午三至四点左右 一定要用温水冲泡 因为开水会大大降低蜂蜜的营养价值 冲泡蜂蜜时不要放入过多的蜂蜜 因为过量的蜂蜜极其容易导致肥胖 只有这样正确的喝蜂蜜 才能最好的发挥出蜂蜜营养价值 免疫系统实施上的最好的医生 它是身体的一道天然保护伞 能抵抗外界病毒的侵袭 一 饮食 吃饭不仅可以填饱肚子 还能给身体提供各种所需的营养元素 如果想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吃什么很重要 二 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尤其是老年人 在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身体的肌肉力量会下降 肌体能力也会降低 只有通过合理的运动 让全身的肌肉和器官都参与在其中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疲惫造水能力 才能更有效地激发体验的免疫力 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让身体更加健康 三 睡眠 睡眠不足会加重身体内器官的负担 也会容易导致体内的分泌出现失调的状况 从而影响身体的免疫力 才更有精神和免疫力的提升 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 冬季是吃菌菇的好时候 多吃有助于身体健康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都有什么神奇功效吧 香菇 除了常规的维生素和困物之外 它所含有的麦酒 在阳光下可转变为维生素D 有助于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 香菇中的多糖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冬季多吃能预防感冒 金针菇 冬天吃火锅总是少不了金针菇 它鲜美的味道受到很多人的热爱 金针菇含有多种人体必须氨基酸 可促进儿童身体的智力发育 也被称为增质菇 口菇 食用大量的膳食纤维的口膜 能够使肠胃通畅预防便秘 口膜最好的吃法是煮汤 因为其大部分是水 煮汤可以让其所有营养成分被充分利用 平时也可以喝一些柠檬茶来养护肠道 近些年失眠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与日常的压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身体器官的修复 在排毒日常饮食中 我们尽量少吃这三物 能帮助尽心安神 豆类食物尽量少吃 因为里面含有蛋白质 对身体健康虽有所帮助 但是睡前建议不要吃任何豆类的食物 会产生一定的胀痛感 从而影响人的优质睡眠 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的问题 大量食用甜食会造成脂肪堆积 甜食在体内无法及时分解 就会导致身体负担 加重影响人的睡眠质量 失眠的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 尽量吃得清淡一些 在晚餐的时候 尽量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如果过多食用油脂含量较高的食物 很容易导致人体无法及时分解 加重身体的负担 影响睡眠质量 沉皮肝也可以帮助缓解失眠 前列腺是男性的生殖系统 对于男性的泌尿系统以及生殖系统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前列腺会受到不良的生活习惯影响 这个时候不光需要解烟酒 不能吃辛辣食物 还要注重于休息 蜂蜜属于天然物质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的有益 且蜂蜜有很好的消炎杀菌功效 可以缓解前列腺炎和预防前列腺炎的发生 提前前列腺的自愈能力 牡蛎含有大量的心 可刺激男性激素分泌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而且对于保护男性的前列腺也有很大的帮助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牡蛎来保护男性健康 配勾气可帮助消炎还能补肝养肾 现在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困扰 那就是便秘 如何排除累积在身体中的素变 维持肠道健康呢 大部分人都被便秘困扰时 因为长期便秘直接影响了肠道内的毒素 随着程度不断的加深 会给身体带来其他的稳定 吃香蕉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通过膳食纤维的摄入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平时多吃一些茯苓海苔乌梅 三者的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 在睡前吃一点 对补充膳食纤维调节肠道功能 缓解便秘有着很大的帮助 最快速的通便方法是选择火麻油 柠檬水 淡盐水等适当的补充润滑肠道 并对干燥的粪便起到稀释作用 有助于帮助粪便排出 就是火麻油配上蜂蜜一起饮用 这是最好的通便方法 柠檬蜂蜜水对于缓解便秘也很有奇效 不妨试试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